分割华的慈激加拿大分会 也一连举办了好多场大大小小的祈福会 推动正信正念 斋戒户生 侨胞也纷纷响应切下了斋戒卡 其实谈到如素 在劣志文市 志工甚至还任养了市府的农地 开辟成菜园 收成的蔬菜不是给自己吃 而是全数捐给食物银行 用蔬菜来和低收入户戒好园 好人多的地方就是福地 他进加拿大分会 不管是志工或会众都有同样的感受 这场七月吉祥月祈福会 推动正信正念 斋戒户生 志工当起了舞台剧演员 诚心第一 演技第二 这个是青菜 好几道青菜 诶 这翁来插轻轻的 诶 好棒 用祈福取代普渡拜拜 这张斋戒卡人人签得认真 祝福祈祥 我来这里大家 看到大家都没太紧张 也这样生活这么富裕 这么快乐 这就是我们最有福福的地方 从加拿大分会到社区 大大小小的祈福会 有在志工家也有遗师到户外举办 大家用善念来复卫大地 而如素多吃蔬果也是列治文市的 慈祭志工与社区结好园的方式 一年一度五月到十月 慈祭感恩农场耕作起又开始了 去年2007年列治文市开放农地 给民众任养耕耕种 收成的蔬菜水果全数捐给食物银行 列治文的此地志工 任养了8000平方英尺的地 约225平 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我们是有机的 我们完全不施农药 这是以我们台湾的经验来这边种 我们自己用一些堆肥 然后用一些厨余来当 厨余来让它发酵当肥药这样 每个星期两天 动员志工帮忙 此季感恩农场经过了几次采收 今年至今已有1200多磅 约544公斤的产量 十多种蔬菜是志工西家带卷 体验农加热的丰收 嘿哟嘿哟嘿哟 嘿哟嘿哟 满满的收获全部都要送给食物银行 让来临食物的低收入户 能品尝至工用心耕耘的新鲜蔬菜 白新闻加拿大组合报导